继续要来看的这位新闻主角 是台中启明学校的一位全盲的老师 他利用简单的录音设备 帮忙生录制音乐的CD 透过一张张的专辑 帮学生还有自己来圆梦 拿出器材慢慢调整麦克风架 再提醒准备录音的学生 等一下该怎么站 这是台中启明学校的音控教室 也是学生圆梦的天地 虽然是简陋的器材 也不是专业的录音空间 不过从去年到现在 学校已经帮好几个学生 录制完成属于他们个人的音乐专辑 比较困难的地方就是 因为一开始比较不习惯这样子录音 常常会有一些比较错 或者是很紧张 协助学生留下音乐记录的幕后主要推手 就是学校里的全盲教师罗振成 罗老师虽然从小失明 不过靠着自己摸索以及灵敏的听觉 音控设备的线路跟键盘 一点也难不倒他 我们只能说没有很好的器材 但是我们用我们后天的努力 跟我们的耳朵的挑剔 我觉得我一直觉得 我们是在有限的条件之下 我们已经创造很好的声音出来了 描写意大利国宝级盲人音像大师 米可曼卡锡 小时候意外失明 借由对声音的兴趣 找到人生未来的方向 罗振成跟启明学生的故事 仿佛台湾版的听见天堂 可能是发现更多同学的才华吧 一张又一张的音乐专辑 证明了视障老师的能力 也记录了视障学生的音乐才华 更让悠扬的音符 鼓舞着更多视障者勇敢追求梦想 感谢观看